说到这个死亡无常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这是一个佛教修行当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所以呢 我想这次我会以传统的方式为基本 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现代的思维方式 结合起来讲解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开拓思路 心中能生起一些不一样的感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解死亡无常这个话题 第一个 关修死亡无常的重要性 第二呢 如何关修死亡无常 也就是它的内容 第三 判断是否升起了死亡无常的标准和方法 首先呢 我们先来谈一谈第一点 就是关修死亡无常的重要性 在佛经当中是怎么说的呢 其实呢 很多很多的佛经里面 都讲到了它的重要性 但是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就是出自大波涅槃经的一段话 它是这样说的 一切记中 相记第一 一切想中 无常思想 视为第一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所有动物的脚印当中呢 大象的脚印是最大的 视为第一 在所有的想法当中 死亡无常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是第一名 通过这样的比喻 足以见得 观修死亡无常的重要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佛陀的一生 同样也可以发现 无常是多么重要的一项羞耻 我们都知道 早年佛陀还是希达多太子的时候 他的父亲 总是尽量不让他离开皇宫 直到有一天呢 他终于有机会到城外的时候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亲眼见到 衰老 疾病和死亡 而且他也遇见了一位比丘 正是这次出行的所见所闻 触动了年轻的佛陀 唤醒了他想要寻求真理 强烈的想要出家 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的决心 也正是无常这样的事实 才有了后来他离开皇宫 潜心修行 证得佛果的成就 不仅如此呢 佛陀缘迹之前 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 也是关于无常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 皮纳也中是这样记载的 佛陀临终之前 说道 法皆如是 诸行无常 事无最后 知所教诲 意思就是说 一切有违法都是无常 是我最后对你们的教诲 同样呢 同样呢 我们知道 在升文秤 或者说是 佛教最基本的理论里面 有苦极灭道 四圣地的教授 尤其 我们又可以把 这四圣地里面的每一地 细分为四个形象 共有十六项 同称呢 四地十六形象 那么在苦地当中呢 所分的四项 分别为 非常 苦 空 非我 我们可以看到 在四圣地里 第一地是苦 其中第一个形象 就是非常 也就是 无常 所以 在升文秤中 最先学到的 最基础 最核心的教授 也是无常 另外呢 还有一种 正德阿罗汉的成就者 叫做 独觉 独觉就是 在没有佛陀的时代 自己 觉悟而脱离生死的人 就是独觉 那么独觉在 观元起 也就是 思考真理啊 寻求这个 证悟的 过程当中呢 他会在 尸陀林 也就是 坟场 看那些 尸体 由此呢 就意识到 死亡无常 进而 联想到 衰老 疾病等等 就会这样 逆向的 推想出 十二元起 最终得到证悟 脱离 脱离轮回 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 看到 作为独觉 所思维的第一个内容 也是 死亡无常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乘 大乘的修行 过程一共可以分为五道 也就是修行的五个阶段 其中第一道叫做资两道 主要的修持内容是四念柱 而四念柱中 第一念柱是 深念柱 在做这项修持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要去 石头林 坟场 去看那些尸体 骸骨 然后呢 进行观修 所以呢 在大乘的修行当中 第一个观修的内容 也是死亡无常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密乘 在修持密乘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 需要观想坛城 也就是 曼陀罗 可能很多人都见过 类似的造像和绘画 坛城的中心是一座宫殿 叫做无量宫 看起来是非常的华丽 给人一种豪华宫殿的感觉 所以呢 有些人认为啊 观想坛城 应该想到的都是 欢乐美好 金碧辉华的样子 其实不是这样的 坛城是一圈一圈的组成的 最中央是无量宫 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 大多数情况下呢 都会从外圈往中心 一步一步的观想 绝大多数坛城的外圈呢 都是尸陀里 也就是坟地 所以呢 在密城里面 观想坛城的时候 最先思维的也是 是死亡无常 如果观修的到位的话呢 就会自然生起一种对死亡的恐惧 从而呢 产生想要马上修行的紧迫感 于是呢 就会更加精进的去羞耻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观修死亡无常是佛教三乘当中都必须要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修行 它的重要性是多么的不可取代 那么 为什么观修死亡无常啊 这么重要啊 接下来我们就从理论啊 道理的角度来谈一谈它重要的原因 修行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的话呢 是一件有点辛苦枯燥 又无聊的事情 成佛的目标呢 听起来就是那么 虚无缥缈 遥不可及 而反观眼前的现实生活 总是有那么多 急着我们去处理和解决的事情 就算有一天啊 终于忙晚 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我们也宁愿啊 放松一下啊 享受一下 就这样修行的安排呢 又是明日复明日啊 于是呢 修行总是被 被一拖再拖 我想在这个修行这件事情上 可能很多人都有拖延症 而观修死亡无常 就是直接解决了我们这些不修行 或者说是 不着急修行的 嗯 根本问题 虽然在佛教当中 我们都相信生死轮回 但是呢 说到来时 可能很多人 还是觉得 太虚幻 连相信都很难 更何况是 为之努力 相比而言呢 此生的种种 尤其是眼前的事物啊 就显得无比的真实和清晰 再加上 我们本来就已经对生活中的各种人事物 充满了执着和不舍 所以基本上 绝大多数人都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眼前的生活 为了这辈子的得失 但是不断的忙前忙后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啊 放下生活中的这种琐事 着眼于更远大的未来 把人生的重点呢 放在佛法的修行上 如果我们环顾四周 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忙着工作 忙着家庭 忙着玩耍 很难对修行生起紧迫感 虽然我们也 不是什么时候都不着急 比如说那些肾患重病的人 当他们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的紧迫感 所以呢 假如有一天呢 我们都非常明确的知道 自己还能活多久 知道自己的这个时日不多 那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 开始认真去思考 然后呢 马上就行动起来 为死后打算 为来世准备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立刻就会做一些 行善积德和忏悔的事情 总之呢 会开始各种临时抱佛脚的修行 但是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 所以说问题还是出在我们不觉得自己很快会死 或者根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而呢 一旦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除了可能会产生一些紧张担忧之外 就会自然而然的生起一种 现在就要开始修行的紧迫感 所以呢 作为佛教徒 想要开始修行 并且精进不错 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 最好的原动力 就是观修死亡无常 那么既然这个观修死亡无常这么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 如何观修死亡无常 什么是死亡无常 在解释这一点之前呢 我想我们首先要对无常这个概念 有一种比较正确和全面的了解 无常 顾名思义 就是没有恒常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事物 情况 状态 或者人等等 在这个世界上 是永久的 永恒的 这段话说起来呢 基本上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理解 也都会表示赞同 但是呢 这种观点 有没有真的深植于我们的内心呢 这就很难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 以及对人生的各种期待 规划 都是和无常的 无常的这个道理 完全相反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总是在渴望和追求着一种安全感 什么样的安全感呢 就是希望一切都能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预料之内 那什么事情可以代表我们这种安全感呢 就是那些稳定的 恒常的 永久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内心总是期待 甚至是 偏执的认为 事情都会 事情都会有着 规律的 稳定的进行下去 而情况也 确实如此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遗余力的 朝着这个方向 比如说我们找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我们结婚是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家庭 白头偕老的关系 我们买房是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安稳的住所 我们人生中做的绝大多数事情 都是在尽己所能的 让人生变得更可控 希望它可以稳步的向我们预料的轨道发展 我们试图让一切持续的更长久 这样呢 我们才能感到踏实 放心 充满安全感 这也就是 为什么人民多喜欢童话故事 因为童话故事的结局都是 我们最喜欢的那句话 他们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当然了 在稳定的生活基础上 有的时候 我们也期待一些小小的改变和惊喜 要不然的话呢 生活就会变得很无趣 很无聊 比如说我们不断地需要一些新事物 新朋友 同时还需要一些娱乐和消遣 带给我们一些刺激和新鲜感 打个比方了 我们打算在假期出去旅行 想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感受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 那么我们的选择 要么就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要么就是可以放松的田园或者海边 应该很少人会去荒岛求生 或者去原始森林探险 因为荒岛和这个森林对我们来讲 可能是有点太过刺激 太过新鲜了 所以呢 在平凡的生活中呢 我们寻求的这种刺激和新鲜 也必须要在一定的舒适范围之内 不能太少 我们会觉得无聊 也不能太多 我们会感觉害怕 说到底 还多的是在我们可以控制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不仅如此 这些新鲜的事物 或者生活中的小改变 还一定得是舒适的 开心的 最好是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利益 能够充足 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 我们才会接受 比如说在工作中 类似生殖加薪的这种变化 就很让人求之不得 相反呢 如果生活中发生一些意外 甚至是悲剧 那一定是我们都不愿意见到的 所以呢 我们无论是对生活 还是对自己的整个人生 乃至对这个世界的各种 预期 或者说是冲击 都是要以稳定 永久和可控为根本 这样我们才会有安全感 才会感到舒适和放心 就算可以接受一些改变 我们能承受的这个变化范围也是极为有限 所以呢 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都明白万事无常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所言所行呢 都是和这个无常背道而驰 我们知道 大到整个宇宙 小到每一个细胞 无论是事物状况 人际关系 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这个道理 很多人都懂 但是用在生活中的时候呢 可能情况就不太一样 我想大多数人 每天的这个生活都是很有规律的 要去同样的地方工作或者商学 遇到相识的人 做那些常常都在做的事情 然后呢 晚上回到同一个住处 吃饭休息 日子就是这样过着 时间就这样流逝着 这就好比我们站在一条 河旁边 看着河水流动 虽然我们知道它在流动 但是呢 却意识不到 其实每一秒钟 我们眼前流过的河水 都完全不同的 这样一个事实 假如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河上放一只只坐的小船 我们就会看到 小船沿着河水向前流淌 一去不复返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意识到 其实眼前的河流 看似是同一条 流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河水 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重复着 类似的内容 处在熟悉的环境当中 和熟知的人权互动 加上快速和繁忙的社会节奏 这一切都麻木了我们的感知 让我们觉得 时间好像并没有怎么流逝 而且呢 更可怕的是 这样的生活呢 还给了我们一种巨大的错觉 那就是以后的日子 每天都会这样继续下去 而当我们完全被包裹在 这种巨大的麻木和错觉里面的时候 一旦生活中出现了任何意外 或者未曾预料的变故 那我们顿时就会觉得惊慌失措 紧张害怕 甚至会崩溃 然而实际上 这些意外变故 出其不意 才是真正的无常 凡是那些我们能够想到的 预料到的 都不是我们需要去观想的无常 我们需要去观想 并且深入自信的 正是那些我们无法想象的 和不愿意面对的无常 他们可能是变化 可能是动荡 甚至是灾难 所以我们不能总是选择性的去接受生命的变化 我们要去接受和做好准备的应该是所有的一切的变化 然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最大的无常应该就是死亡的到来 虽然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早晚会来 这一天早晚会回来 但是呢 事实是基本上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死期而去奋斗 大家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去拼了命的努力 这就说到了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如果我们相信佛法 那事情就应该变得很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佛法告诉我们 此生短暂 而来世又是无穷无尽 我们不能把眼光紧紧放在这一辈子上 要看得更远 也要想得更远才行 如果继续在这样的轮回当中流转 那是无知境的 而这样的关键在于 能够在此生止于佛法 而且拥有这样一副能够用来修行人生 是多么民族珍贵 这就是轮回中千载难逢的机遇 所谓的 所谓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 就是 在永生之年 拼尽全力的 去努力修持 要用最好的状态来面对死亡 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至少可能有一点点的把握 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来世 当然了 如果能够处理轮回 勇取解脱 那就更是一老女 所以呢 关键死亡无常 就是让我们把自己从 这个 现在这种麻木的生活状态中 咬醒 不能再自欺欺人 不能再天真的认为 日常的这种 看起来似乎稳定和持久的生活 就是人生的追求 就是生活本身 我们要让自己清醒一点 仔细想一想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人生的尽头又是什么 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去体会 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世界 都是如何变化的 时间是如何飞逝的 我们要明确的认识到 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走向死亡 我们往后的时间都是倒计时 就在到了大县江至的那个 关头 我们想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来面对死亡呢 我们为自己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来世呢 如果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把眼光放得更远 把心打开 就算人生百年 跟无数个来世比起来呢 那只是九牛一毛 闸眼之间而已 我们作为佛教修行者 要为来世做打算 才算是不忘此生 所以说人生苦短 生死无常 现在我们应该 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重新观察一下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规划 好好想一想 自己的余生 到底应该要做显示 才是真的有意义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